大家好 我是翼先生 大家好 我是阿森 大家好 我是球球 大家好 我是聶寶 大家好 我是包子 沒有錯 我們可以看到是在季後賽部分中 第一週 Blank 對上 AHQ 是由 Blank 2比0 擊敗了 AHQ 那麼這週我們將會看到的是閃電狼 要對上的是第一週晉級的 Blank 那我們這邊不妨要來 各位要預測一下 第二週大家覺得冠軍會是誰 那我們這邊 大家就一起說吧 來 一 二 三 閃電狼 怎麼有人跟我不一樣 你們都不一樣 你剛剛講什麼話 我剛剛講Blank 我也想問一下 比數各位覺得是幾比幾 我先說嗎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封號 我是萬華小孔明 然後這一尊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誰請回去 誰就可能拿到冠軍 那目前看起來 貝跟傑已經跟我聯絡 所以比數是2比0 不愧是這個電競小雞童 小雞童 萬華小孔明 什麼小雞 醒到閃光 我覺得真的是佩服你 這個很重要 好 然後我們這邊輪到我了 是不是 我這邊要很大聲的跟你們說 閃電狼2比0 哎呦 好有自信啊 每個人都給閃電狼 可是就是我看完今天的比賽之後 他們的表現非常的不錯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 比賽 這一週的比賽還是非常有機會的 今天是這個刺客陣完全碾壓H 沒錯沒錯 就2比1 Blank 這一次的比數應該是20閃電狼贏 對 我也是認為是直落2啦 好 其實我是比較希望是2比1 因為我 理解我跟球的理由蠻像 就是我是覺得說 Blank今天實力也不差 那我個人是覺得2比1 大家覺得原因是什麼 比較深刻的原因 不要跟我講這種 有的沒的了 沒有 我講真的 就是貝跟傑克現在閃光的狀態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我覺得閃電狼對目前的一個狀態 還是在非常非常穩定的一個階段 所以應該是2比0 我覺得閃電狼應該是更有機會 讓那個中打拿出射手去針對對方閃光 中打 就是盯著他 就是盯著他 就是那個 不斷對他開槍 nice 心也是覺得閃電狼其實會贏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個比我還尚輸啊 你不投給Blank真的太可憐了 理論上來講 今天這一次Blank的狀態 他們的失誤率其實是高的情況下 閃電狼比較有機會可以拿下直播2的勝利 他們的陣型其實相對也是比Blank更多元化 可以拿出更多的體積來做使用 所以我覺得閃電狼都可以用他們的豐富的底牌量 來拿下2比0 喜愛鬥陣特攻的朋友們 在6月30號 7月1號 也有7月 暴雪電競館 由Blank對上閃電狼 與你相見 愛打電狼 繪索 愛打電狼 我們自己也有給我們自己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我們從OPC先拿一個冠軍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也能在各式各樣的國際舞台上 發揚廣大 這是我們自己的目標 我們一開始的目標就是 直接是以冠軍賽為主 所以所有做的準備 都是為了神經病在做 在吉祥茲中拳 結果是他們的 發主時的努力 叩流文化 有關tant論 到開啟零 發多 blond 半戶 從得到 那天 們 瞑口 attention 吃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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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如實戰記的台高精英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吉 那今天要來到最後一場重頭戲了 也是這一次的勝部冠軍之戰 那我現在來介紹選手出場 我們掌聲歡迎抗6029 麻煩到舞台中間 掌聲歡迎Tommy 好 那在比賽開始前呢 因為上週Tommy有說就是你今天帶的牌子是有在抓這個任務戰的 呃不敢講喔 感覺好像十拿九魂 你有什麼話要對大哥說的 合理來說上次是他而已 這次應該要換我而已 一個輪迴是不是 那大哥用什麼話對Tommy講的 我之前打U7個的時候也是這樣想的 這一次你贏啦 對啊 這一次你贏他嘛 兩次 好 那雙方前期非常有自信喊話 那我們請雙方握手就做 雙方比賽加油 那現在比賽即將開始 我們將我們畫面交給專業的主播台 好 歡迎大家回來收看台港精英賽的第二季 我是主播齊團堅 我是賽平郭貼 好 那最後一戰其實算蠻刺激的 因為前面都算是我覺得 開胃小拆 不算開胃小拆 就是前面的 今天的這場特別不一樣是說 前面都是可能是一樣的職業 可能是可能類似是三狗對戰 然後包括剛才就是雙方都是比較中速的一個對局 那這一場是很明顯的 通明是已經鎖定了戰士要抓 對 雖然他剛剛也不敢說 換作我也 我相信你剛才站那邊 你也不敢講說你要抓人家那個 對 一定不好說 等一下不小心就放掉了對不對 對 像上次那個四狗 然後直接被那個 我記得上次Biss Chung 是拿出四狗要抓那個任務賊 任務賊 然後大哥就直接那個 甲骨夾並專業賊 就倒地了 對 那再說回來呢 就會變成是說 這場會跟前面不一樣是 雙方都會是一個 一個攻守的感覺 那其實我可以大膽預言 我覺得大哥也不太會把任務占放最後一套 因為像 我們在包括這個系列賽 或是很多次的比賽上面看到都是 被抓的那一副都是 往後面擺 對 想要先拿上分數的優勢 但我覺得大哥這個選手 他在出職業的時候是非常準的 我覺得Tom 他都是覺得反正每一副都要上去 他都沒有差別 對 但是常常我都 我自己看他在大比賽的時候 其實優劣是開的比例 他算是開得非常漂亮的一個未選手 這樣子 對 那 是 所以這邊 哇 哇 這邊 123 其實可以022階 會對付這個會強一點 因為對方如果常獵人你可以點掉 這邊 我 應該 不會想要上龍蠻 我這邊可能會 蜜法學家 如果有刁文我覺得龍蠻絕對是好的 對 但是這邊 如果要說交換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上 就是 因為如果有十堂獵人的話 對 十堂獵人如果站一個三二 你基本上你要走了 就崩盤了 對然後如果再接隊長你根本不知道要撞什麼 對 那如果 當然說這個情況很浮誇 但是你明明水文學家你是可以防止這一切的發生 對 你可以水文接水文 那 了不起你可以點一下之後再接龍蠻加水 第二張水文 那這時候你是很有機會去面對隊長 你可能是 面 掉一點血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邊百分之百是 蜜法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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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法學家是下面這兩次 對 但是這個隊長 這個隊長 我覺得 魚人如果順起來的話 一樣 就是 應該是很碾壓是嗎 應該是法師很難處理 尤其是 湯的手牌只有一張火山 對 只是 這個要提到那個時候 我在 準備交上海牌組的時候 我那時候考慮要帶火髮 是 對 因為我再不能講說我帶什麼 因為被 OK 我懂 對但是我是說 就是當初有一個考慮選項是火髮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問湯說 欸我火山要帶一張還是兩張 然後他跟我講說一張就夠了 我說為什麼一張就夠了 我說打那些薩滿 鋪場上那些沒有問題 然後他又說 你 開場有龍蜜你就頂得住了 其實蠻有道理的 對 因為其實 像我自己啦 我自己在打比賽 也是防一張 或是我在打小比賽或天梯 我也是選一張 因為有時候兩張真的會 沒使用到真的蠻弱的 對 我覺得投資報酬率很低 但是兩張優點是讓你有 抽到的 比較有抽到的 但我覺得你要配兩張可以 但是你不要就要像 BestChun他是 其他套牌是呼應他兩張是正確的 對 就是你可能要一起去 合力把某一副關起來 這樣子 對 就是Tom對於他的牌很有信心 那我就 我有時候就會 我就會問他說 那好你只有一張火山 那你會不會開場想要留雕紋 例如說你需要掃場的時候 你開場留一張雕紋做預備 他說不用啦 來啦 來了嘛 對啊 我上次看到大哥 他就是 他有一個highlight是這樣 就是他在實況的一個highlight 他是 起手就換掉了 然後後來 要需要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 就該進來了 然後放一張 對 你放一張 你合理 然後那個highlight就要只有起手 不用留火山 真的 這些東西都不用留 雖然我還是會留蠻 我全力找龍蠻 反正開場會有龍蠻 OK 那這邊 我覺得Tommy也不算卡 然後整體的運行也還不錯 接下來可以利用 這個魚人拉 魚之後 然後再可能加隊長加那個 大口龍 我覺得也是一波 也有機會成為氣候啦 我覺得 剛剛Tommy是不是沒有卡 他是想要讓那個 不好意思 他想要試著讓 分解 對 那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 如果對方有下怪我再去撞 像他現在這樣在砍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至少覺得 如果剛剛不砍 如果剛才砍下去的話 太容易成為被動了 對 因為這個不拉其實蠻難打的 但有拉的話 基本上 有很大的機率 因為法師的掃場 火法的掃場 通常都只有一張 所以 有時候要清空場面 並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 我覺得這邊投資這個成功率 其實算 算可以 對 那 Tommy一樣喔 就是跟 一直都一樣 燙著火法的配置 一直都是法反加冰箱 對 他最近都已經把冰甲換成法反了 對 但是我最近又不想要帶法反了 因為最近我在打天地的時候 好像太多人都知道 那一張可能是法反了 已經 不像以往那麼強了 對 另外一個原因是 有時候 冰甲真的會影響到 你對快攻能不能撐到 最後一回合 撐到紅龍噴頭 有時候就 剛好差那一回合 是 對 那放冰甲真的是 對快攻的 就是勝率會 真的會高很多 對 而且這邊有一個細節就是 呃 如果這邊被LE掉的話 逃命會先逃到這個 魚人 對 所以這樣其實還是蠻重要 而且魚人通常在 對戰的時候 會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 呃 應該說 應該會是對方想要首要先解的一個目標啦 那雖然這邊被法反 但我相信對Virtual這邊來說是很能接受 對 那這邊說真的也 對面也才第六回合 最多就一顆隕石 嗯 但隕石雖然說這邊砸下來還是損傷慘重啦 這邊就是直接砸在分解上面的話 就剩下兩隻 對 而且我相信也沒有更好的目標 我覺得這邊已經很欠人家砸了 對 而且魚人聖 魚人聖你砸掉一波 他那個下一波很難就是再扶起來 然後再起沒錯 對 那這邊火山的話會不會比較好 應該不會嗎 沒有寫法 這火山效果沒有比較好 對 主要不會 因為你 你解不掉啊 你可以寒冥 你可以火山天天雞蛋雞解掉一次 對 那 這邊其實766 這邊要想一下 766好像還不錯 因為766的話 這一回合是火源之界的火 剛好可以躲掉火源之界 然後旁邊再給兩隻聖盾 然後包括這聖盾如果站起來的話 就是免場性質變高 我相信對將來大恐龍突發也是很棒 然後再配合這個一眼還原 我覺得整體來說雙方目前操作都非常極致喔 對 就是基本上細節都有 都滿 其實會覺得說 認真想一下會覺得其實沒有很難 但我覺得在行手室 只要做到這些完美操作 其實有一定難度啦 對 Virtual他的龍的選擇 不是84 因為其實最近已經不放848了 最近的選擇 前一陣子是有放奧尼 就是上次交牌的時候 其實這有一段時間了 我那時候看是太子在玩 太子然後那個pounter也有在玩 對 那這幾天已經變成放死翼了 對對對 反正我牌都丟完了 然後我最需要龍就直接把場面清空 然後直接 塗最後那一點上 而且再者 如果我七費準時館長 然後我的這些生物帶的很小 可能就是大恐龍 然後加一些小魚 那我89也就打看了這樣子 對對對 就直接拚最後一波這樣 那 這邊 這邊 湯快要 已經快要撐住了 但是這一隻奧尼 可能會是一個變數喔 對可能 因為這邊的話就變成 湯不能紅龍噴嘛 而且可以拿到羊 是要得到羊 對啦 但這邊可以羊掉 羊掉的話 傷害剩下4 他要羊掉會點掉一隻嗎 所以這邊的話 傷害是5 我覺得這邊如果羊的話 對方不能下快踢你一輪 然後下一輪就要開冰箱 你雙眉而已 我覺得要直接紅龍對面 然後賭下一張是直傷 或是抽牌 等等的 又或者是說我覺得 有一個機率是這樣 就是 Virtual有可能沒有劍龍騎起來 那代表什麼 對方一定要解他的這個爸爸 那如果解了就沒辦法開冰箱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就 又多一張機會嘛 所以我覺得這邊最好的情況是紅龍對面 我覺得真的沒辦法 如果是 如果是 我想一下 如果是羊的話 剩下法師那七弟 主要是 這邊法師不拚的話 會不好 不好反打回來 而且我覺得有冰箱 是有拚的資本 對 對 所以這邊 但是我們把視角換回來 如果紅龍的話 好像就結束了 因為紅龍的話 Virtual誰一點 然後 秘密掛上去 對 Virtual這邊 點了點頭 直接秀起來 來 這邊能剛好空到一滴嗎 可以 剛剛可以 他這麼多一 然後兩隻加起來是十 可以 這邊就是 就是 然後最後貼一張 這樣是不是 會平局 直接平局 不會 會輸 因為你沒有辦法一下15滴 對沒有辦法 因為他也15滴 如果說是可以一起死的話 是平局 如果一起死就一起死 因為我在美洲區的時候 有打到一起死 一起死的話是重來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重來吧 就直接規定 同職業重來 我記得當年那個 那個 Strives Cove 就是那個小胖 然後在打Trump的時候 他用覺醒重來 然後那場小胖好像 就是尿急 然後要馬上重來這樣 還沒打完 是喔 對對對 就是那時候 我記得以前的規章是一起重來 然後我記得在特定的比賽上 是有 所謂的就是 呃 有所謂的 就是各都贏走 都過關 有 但是現在的規章是 就是兩邊同職業重來 沒錯沒錯沒錯 那 湯這邊也是做了一首細節 就是滿場的時候 是不會觸發光榮犧牲的 對 那這下如果有敲臉的話 因為一眼你輸定了 所以 湯最後那一種處理 也是一個比較沒辦法的辦法 至少避掉光榮犧牲的可能 對沒錯沒錯 對 那湯一定也知道對面 手上有一張秘密 所以那邊湯才想那麼久 對 那這時候也就呼應了 就是我覺得Virtual 預設得非常準 因為前面其實有一個機會是 你要利用逃命還是一眼去 買掉法反 但是他選擇準確 因為那邊其實滿容易選逃命 想說我要拿分解回來 對 或是拿魚然後 因為拿對 因為對方一定會最想解 隊長跟 呃 魚人 那 以我那個這麼多魚的檯面 拿到這兩隻基本上都賺到不行 對 然後就算拿到魚人我也有大恐龍 所以 他那邊選擇坐一眼 那 我當然覺得一部分是運氣好 但是算贊物執行的成功 一部分也是因為 我看我接下來自己的手牌 還是有一點點傷害能力 然後有機會把對面 壓一滴血話 就可以這樣選擇 是是是 好 那 VIRTUO這邊拿出的是 他這次算是比較特別的奇蹟賊 那 湯這邊就是 呃 蔡德 奇蹟賊跟蔡德 基本上 還是奇蹟賊 開大蠻多的 開大蠻多的 呃 就是因為我自己看實況的話 我的賊都是看那個 呃 6029跟那個 那個 那個Roger 然後還有看智久 那智久就跟我說一句話 嗯 智久說 這個 奇蹟賊打輸蔡德 真的是一輩子的恥辱 但不是我說的 所以 如果等一下VIRTUO輸掉的話 可能就 那個我們就 對不對 就是 再有頭是有主 對 我們再去找他 聊一聊 但是 呃 其實 這邊要講到 有一個 有一件事情是 他們說過 他們的代牌 如果對面有 仲蔡德跟任務賊的話 他是BAN仲蔡德 他不是BAN任務賊 因為他覺得火法可以打任務賊 然後他覺得 呃 嘲諷戰 偶爾也打得贏任務賊 這都OK 然後但是他覺得 他覺得 他覺得仲蔡德 偶爾也打得贏 也蠻常打得贏任務賊 這個論點我必須說 這個論點我必須 我必須站在TOM的角度講 對 但是我不曉得 因為我有配一張利爪 嗯 但是我打起來勝率超過三成 你有超過三成 對 就30 不到35% 我天地統計 最近50場 打到任務賊的這個計算 所以你覺得還是可以 我覺得可以打 我覺得可以打 對 但是 因為我是放利爪 然後我沒有放交友 嗯 因為我當初就是因為 交友被任務賊打得有點煩 我才放利爪 嗯 然後就還行 還行 對 但就是說 但是 是 我不曉得他放交友講這句話 有沒有邏輯就是 對啦 對對對 畢竟對於他來說 他覺得任務賊打臉戰也是開大 喔 這樣子也是啦 有沒有都 各種酒意開 對各種酒意開 OK 那我覺得 好 那我 我這邊想打 鏡頭先往德這邊擺 就是 下一回五回 我在想是要支撲出跳水晶嗎 因為他爽有加一聲 其實可以直接做一個那個水晶返潮 我覺得常常打賊是需要那樣的水晶差距的 呃 這邊 但是 現在問題是 喔 但是他跳水晶的話 下回合是巴費嘛 巴費的話 加低聲啟動 可以抽三張 到四張左右 那可以 然後 我再跟我們下大怪 讓賊解不掉 因為我覺得你這邊抽牌 跟賊正面交鋒其實 沒有用啦 因為我等於 一回合整回合空過 而且 我接下來的東西可能還沒有辦法丟 因為我一回合整丟一隻 沒錯 而且我再提一個點 你沒有這樣的水晶差距 你又怎麼能去面對 盜賊的準備備斥 這樣的節奏差距 所以 感覺這邊 郭帝也是蠻推薦 跳水晶天天氣 把派遣咬掉掉 尤其是 得的前期 如果你得前期是一二三四 開始中的話 那可能還會有其他選項 但是這邊 就是 我會覺得就直接掌吧 因為 就像是 向上現在抽到的東西 他一回合只能抽一張 對 而且我這邊想提一個點 只能丟一張 這樣佳祁生應該就沒用了 呃 佳祁生要很後面才會有用 那打這個對局應該用不到 就用不到 因為 奇蹟賊其實沒有很慢 他是快攻啊 他都帥快攻 有點算快攻性 可能八九屯就要收了 對對對 因為 當然打一樣快的他可能要比較久 因為 相較之下他是慢 他必須要多一個 程序是 我先結場我再凶 但打得你是直接凶到底那種 對 但種菜就是 種菜就是更慢嘛 沒錯 所以 其實 講回來感覺 剛剛那個沒有跳水晶 我覺得稍嫌可惜一點點 嗯 滿可惜 因為 像湯他下一回合 可能就丟個大箱 對 那現在最怕的就是 因為賊已經快要進入了 呃 進入了五六 四五六回合 四五六回合是 賊最強 奇蹟賊最強的角 因為他可以直接殺掉對面 嗯 嗯 然後又或者說有一些 呃 超標水晶 利用準備備次去做出來更強的火花跟搭配 對 甚至什麼 呃 有可能 例如說中期抽牌 抽到芳克里夫 所以 最長的冒險者跟芳克里夫 都是那時候進場的 對對 就是這附近的進場 嗯 所以 在這邊 湯這邊會開始 很吃力 是 然後 這個下褲也抽得不錯啊 我覺得野心印記 算是一個還算堪用的東西 對 因為所有的血量BUFF 對於德魯伊來說 就是增加壓力 嗯 那我覺得 稍微細膩的就是 呃 像他還是確定要貼 他才去指他的生物 對 有時候 很多很多這邊指來指去 當然有時候有些是會是演的嘛 但是 更多的都是 都是 我覺得 沒有做好的地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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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邊 呃 假設啦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以街坑來看的話 有可能就是 剛剛派擊會倒 然後你這邊是有機會 加一聲啟動去快樂器跟憤怒等等 對 對 我想想 但我覺得抽牌也沒錯 但要講我真的覺得成長比較強一點 呃 通常我們的 通常想法是 對到 德魯伊對到 比較快的 會比較偏成這樣 是 因為成長有另外一個優點是 可能會成長 就是剛好壓到 拿到飛龍 就是接到飛龍 因為五成長我玩剛好是八 對 剛好接飛龍 而且 再者是 我想利用那個盜賊去結我場的那個 時間點我再繼續出再繼續出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還是搶滿多人 因為盜賊搶場面的能力真的太強 你沒有水晶去跟他做抗衡的話 很難打 是 那這邊選擇 先準備刀扇嗎 這邊 這邊 這邊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 這一首其實我還看得懂 就是 他下一個回合 有可能就是 要直接出巨人吧 然後 順便保留檯面是一個點 然後我覺得這時候 保留檯面在將來 有可能利用這個 好久沒看到這張牌 叫做 賽娜流失 全場buff 這種感覺 對 而且 這邊 另外一個小細節是 他們現在才第七回合 他沒有到第八回合飛龍的回合 所以這邊 先把場面鋪上去 下一回合可不可以一波打穿 有機會 因為手上還有一張替蝴 然後這邊先叫跨人物機出來拖時間 先補血了吧 對 但 就回到前面提的啦 我覺得這個做法 似乎有點容易被壓到死 對 這邊是不是 想一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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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那個 虎爛海賊進啟動 會不會贏 虎爛海賊進啟動 你都講得出口了 OK 地畫靈片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拿到小法術 對盜賊來說 那個執行度都非常高 像 他在這邊地畫靈片加起來之後 巨人可能丟下去 然後蹲下去 對 就是 那差不多就是一個死亡宣告 對啊 因為德魯伊完全解不掉巨人 他看到巨人完全沒有想過 那看到這邊 在連 湯的 這個被抓的目標 都還沒出現的時候 已經被 如果被開個惡餅 也許 Tommy議論要成真了 這次要換他了 有可能 這樣的話 Tommy 如果Tommy這邊 贏的話 還會剩下幾個 他還剩下哪個復判 他還剩下 法師 法師 OK OK 我覺得還有得打 還有得打 OK 我也覺得還蠻有得打 因為 蔡德屌虐 然後戰士可能開大一點點 對 然後 再來剩下內戰 戰士你會覺得有得開大嗎 我覺得戰士開大一點點 沒有 他有賣敵文 因為 Tommy的戰士是沒有拆 如果沒有拆武器 沒有拆武器 要看賣敵文的發揮 那這邊 Tommy還有機會 活下來嗎 這個可能要靠那個 撒龍 靠 兩個地化鈴片有機會嗎 兩個地化鈴片 他的賽事正高22 所以是地化鈴片 然後那邊 五八 然後自己會變成 自己會變成二十滴血 所以好像還沒有結束 結束了 這食人花也是 挺會抽的 等一下 還沒還沒 這邊 台面攻擊來到18 18 然後轉個刀 等一下 差一滴 19 但好像有不差這一滴啦 感覺沒什麼太大差別啦 這裡只有那張牌可以救他 可是 阿湯哥這邊是沒帶的 他沒有放那一張吧 他沒有放那張繩子卡 對對對 我知道Tommy是有 Tommy也沒有放 但Tommy最近 Tommy最近他比賽都有放 我是覺得這可以換掉啦 防個什麼848揮擊什麼都可以 對 但丟848有一個結束的 丟848 丟848就結束了 台面上的話 台面上的話 還沒 台面上的話還沒結束 就是如果以選手式夾看是還沒結束啦 還會差一滴 沒有沒有沒有剛好死 剛好死 因為拔倒了 你說光看台面就剛好死了 對這樣子 是 這邊會 那這樣子也是 轉刀上去就剛好12點喔 更不要說老闆是可以來抽的這樣子 對 那Tommy這邊選擇投降 那 就這樣子來看 感覺還是要打一陣子啊 因為這邊應該 我覺得Tommy應該還是有可能先出菜德 一定先出菜德啊 反正菜德就是穩穩的拿一身啊 是 很好打太好打 9-1開 那 再來 Tommy還有一個是 呃 Tommy還有一個是 火法內戰 火法內戰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戰士 被抓的這一副 對 大概就這樣了 那 理解上來說啦 雖然感覺是蠻烈的 對 對 但是其實好像都還可以 但我想討論的是 其實我 我不是很確定就是 剛剛我們那個 Virtual 他是 他第一把是先過那個嘛 他第一把是先過 聖騎士 對 然後接下來再過那個 盜賊 那 剛才聖騎士過之後 其實我在想Tommy為什麼這邊要出德魯伊 呃 因為Tommy這邊出德魯伊 那我覺得如果火法內戰輸了 我覺得抓盜賊 抓盜賊是抓得到的啦 對 對 但是最後就會有一個 呃 戰士要抓盜賊 可是 這時候我就想問一下 戰士打盜賊跟 戰士打火法 我個人認知 打盜賊好打一點 呃 現在來說 沒有我覺得可能還是打 我覺得還是盜賊難打一點 難打一點 難打 但是其實這個 很接近啦 呃 好 那我們這邊就稍微休息一下 讓選手調整一下這個狀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為什麼 選手 不 爬 雙 開 裝飾 雪 優 螃 blood 很 乃 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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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